2023基隆城隍文化季的城隍夜巡活动 在农历8月14号晚上举行 在民政处长张渊祥跟官销处副处长郭宪平的陪同下 副市长邱佩玲亲自参与福教 巡视基隆街区祈求保佑市民平安 城隍庙夜巡希望这一切可以带基隆一切平安顺利 让我们基隆每一个人都天天开心 谢谢 今天晚上我们这夜巡的活动非常盛大 也非常庄严 希望能够庇佑我们基隆 让我们副市长跟我们城隍也 还有所有的好朋友共同的努力之效 让基隆越来越有爱越来越好 基隆城隍文化季今年是206年的安座大典 在百年来绕境从没有见到过 8月14是我们的夜巡 8月16是我们的日巡 来自双岸峡海城隍庙 台湾省城隍庙 以及中部的峰园城隍庙 以及普里城隍庙等等之类的 他们在今天跟后天8月16一起来绕境 那在绕境当中呢 我们会沿路呢 发望将近8千个显光明 让大家吃平安的 那当然我们祝福我们这基隆呢 除了绕境巡回这绕境之外 能保佑我们基隆民众能平安幸福 平安快乐 因为我曾经有来这边 然后妈妈有爸爸来这边帮我答谢 所以就那个 然后有帮我赐一个姻缘的 对 谢谢哦 他刚刚有跟那个江湖庙是吗 对 那那个吃还有是有什么保佑吗 好像保平安的 一眼丁丁 赞小丁 城隍庙的职责呢 就像我们当地的市长一样 他是我们当地的守护城 包含的机遇 包括机动室之外 到汐止 瑞芳 金山 万里等等 那范围非常辽阔 所以说呢 我们城隍野 城隍野分为阴跟阳 阴就是扫除今天 比如说不干净的一些事宜之类的 那后天呢 就是增加气场 就是我们百姓如果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都来求城隍野来开市等等之类的 所以说日巡跟夜巡是我们安座大典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 欢迎大家来共享盛群 据了解 城隍夜巡主要是扫荡关轨门后 人逗留在阳间的好兄弟 透过出巡来守护地方 保佑市民平安 今年的城隍夜巡邀请全国各县市城隍庙 共同参与盛典 也吸引民众观赏夜巡绕境盛市 让基隆市区的夜晚相当热闹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